好了,各位观众啊,我们现在是找到了赛后,找到了IA,然后对他做一个非常简短采访,那就让IA自己来谈一谈他对于这五盘跟Elaz的这个比赛的一些想法吧,来,我们来欢迎IA。 大家好,我是IA,很可惜啊,最后2比3输了,赛前我跟明皇已经练了好多天了,基本上战术也都设计好的,只可惜对面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,Elazer打的还是挺好的,也很多地方有点粗糙, 他有些理解,比较独到的理解,让我们赛前没有想到,前两盘就输在这种意想不到的地方,然后后面两盘搬回来两盘,也就是自己战术成功了,赛前设计的战术成功,最后一盘其实非常可惜,因为我跟明皇在赛前刚好针对跳飞龙打蟑螂一波已经练过,但是我当时也是专门造了两条狗去增长, 然后刚好狗一要到他家的时候,他刚好那拨狗溜进来了,我的两条狗基本上没注意操作了,然后就这个侦查的时机错过了,然后一直被他,我没想到我有4个读报的情况下,他那拨狗还敢穿进来,我觉得他胆子是确实有点大,所以说,就输在这些,就是这样非常小的细节上面,非常可惜,如果当时他那么狗不溜进来, 我两天走过去,看到他蟑螂,因为我当时蟑螂台也已经下了,我当时完全来得及去捕蟑螂,那一波防守也是,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了,也是非常可惜,下次再继续加油吧,谢谢大家这么晚来观看我们的比赛,谢谢 好,谢谢